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大象数量急剧减少 大象保育人士说 这样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过去十年来 偷猎者大开沙界 打约九万头坦桑尼亚大象 从地球上消失了 犯罪集团操控着偷猎活动 东亚各地的象牙需求成为他们的裁员 有百万块钱的横大 都在市场上帝 所以这一直是一个键中心 所以这就是一项偷猎活动的 优质势力量 象牙装饰物 首饰和雕刻 在中国 日本 越南 价格不菲 买家往往为几件象牙制品 仪纸千金 为的是炫耀地位和财富 1989年 多数国家同意自愿禁售新的象牙制品 有一段时间 偷猎活动看起来有所收敛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严守协议 随着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急速增长 新富阶层推动了新议论的需求 坦桑尼亚曾经被列入打击偷猎不利的八国帮 近年来 坦桑尼亚成立了一个打击偷猎集团的专案组 在最臭名昭著落亡者中 有一个被称作是象牙女王 杨凤兰是一个中国女商人 曾经一度自诩为中坦友谊的最佳例证 如今 她在坦桑尼亚面临30年刑期 检察官说 她组织并且资助着一个走私网 在14年的时间里 贩卖了700多根象牙 米歇尔·兰弗雷的公司为调查工作提供帮助 经调查 杨凤兰在2015年被捕 杨凤兰看上去并不像象牙犯罪头子 她生在北京 1970年代初到了坦桑尼亚 为在那里修筑铁路的中国工人 做斯瓦西里语的翻译 1998年她重返坦桑尼亚之后 在达雷斯萨拉姆开了一家中餐馆 认识杨凤兰的当地华人说 她是一个热心人 感觉她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老大 她原来就正在这个附近 而让他们感到不解的还有 为什么在她被捕两年之后 案子还没有审完 或者是你这个东西没有证据 他肯定为啥一直不判 没有证据的话他也没法判 没法说 当局基本上不谈此案 而且拒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 但是据从事揭露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 非盈利组织环境调查署 杨凤兰的案子可以追溯到2013年 当局对达雷斯萨拉姆郊区的一个民宅的突袭 当局在那所房子里找到了706根象牙 价值大约250万美元 有三个中国人被捕 那次突袭之后 当局很快在桑吉巴尔港口又查获了2.9吨象牙 最终逮捕了两名坦桑尼亚男子 他们说杨凤兰是他们的买家 杨凤兰的起诉撞上写道 杨公认了在收集运送出口和销售象牙等行为中 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但杨凤兰和她的女儿拒绝承认那些罪名 杨凤兰被关在狱中近三年 而她的案子仍然没有什么进展 艾伦索顿是环境调查署在华盛顿的总裁 据该组织一份报告 在杨凤兰被指控收买象牙的那段时间 从坦桑尼亚南部到中国的走私 成为世界上非法象牙最大的单一通道 一些国家加强了执法 遏制了偷猎者 今年科特迪瓦和加鹏当局摧毁了贩运和偷猎网络 这两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境内60%的森林大象 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对象牙的禁售 多年来的施压 加上向前NBA球星姚明和其他支持动物保护的名人 所做的推广活动 终于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黑市象牙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香港销售象牙要再过五年才算是非法 在非洲各地 腐败横行边界松散和法律不利 助长了肆虐的偷猎行为 此外还有暴力威胁 去年夏天在坦桑尼亚 美国非盈利组织PAMS基金会 在当地分布的知名动物保护人士 韦恩·罗特尔 在达雷斯萨拉姆乘坐出租车时遇刺身亡 罗特尔曾经就象牙女王一案和 坦桑尼亚专案组密切地合作 枪杀案的动机仍在调查之中 罗特尔雷斯萨拉姆 国非盈利组织PAMS基金真是 颁布历史性的禁售令之后 象牙价格跌落 然而犯罪集团并没有退场 美国之音记者萧寻达磊斯·萨拉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